在家上班的第二周的第一天 感觉有点不舒服 心理上的不舒服 然后今天上班的时候就觉得 心态上压力好大 其实在家办公有一种不太认真的感觉 从这个字眼上 所以说反而给自己的压力会比较大 尽管也没有人说什么 大家都是很自觉的工作 但是还是会觉得压力比平时在办公室上班压力大 今天在上班快结束的时候 感觉自己有点咳嗽 干咳 来看未来几天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吧 刚才忘记提疫情的事了 这两天的疫情呢 在美国基本上就是2万2万的增长 呃 从破了10万之后 基本上每天都是2万2万 现在已经16万了 从10万到16万只用了三天 希望明天不要到18万 今天有新闻说 特朗普说死亡人数不超过10万就算是好的了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很不好 因为现在感染人数才16万 那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 那意思是感染的人数要有一半吗 真的不希望这样子 希望疫情赶紧过去 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正常开始上班吧 在Costco买的东西到了 本来是说是same day delivery 就是同时就当天订当天到 就结果这个服务就让等了5天 然后买了土豆还没有 在美国 不是 我都已经不正常了 你看说话 居家办公第二周的第二天 已经不正常了 反正今天上班的时候就整个人特别抑郁 就是感觉就是不能控制的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跟吸了那啥一样 就是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不好 心情特别低落 不能停止的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不好的事情会在心里自然的就是被放大 觉得自己好没有用啊 就一直在想去自己怎么那么没用啊 一直这样子 希望希望只是每个月都有不舒服的那几天吧 不是说被这个居家办公影响了 希望以后 希望明天醒来就会变好 可现在上班都已经不洗脸不洗头了 牙还是在刷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连牙也不刷 好惨 其实给大家录视频的时候感觉还在笑 我心情还是能放松一下的 但是把这个停止录制的按钮一关 然后那种负面情绪又会回来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在家办公的第二周的第三天 今天刚好是愚人节 其实愚人节呢 这个节日对我来说意义颇深哦 因为愚人节是我的生日 我没有在与你 愚人节真的是我的生日 就是生在这样一天很奇怪 每次在我跟别人说 今天我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就会说 开什么玩笑 好像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玩笑 但是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 所有就是好朋友之间 他们都很难忘记我的生日 所以说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哪怕这些朋友有时候只是贫水相逢而已 都会来给我发消息 说生日快乐啊等等 有利有弊哦 尽管这样子呢 我也知道我们是在居家办公 待会我是想出去 在一个人少的地方 无接触的买一个小蛋糕 或者说待会就是在网上买一个 让他给送过来 虽然说是在隔离中 但是生日过得有仪式感一点嘛 尽管年纪越来越大 但是呢 还是在这一天 要开心一点嘛 有一个仪式感的生日 这样子 会让我居家办公 是不是心情也会变得更好一点呢 也不一定 而且今天上班 有一个碰面是一个例行的会议 其实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也会慢慢的 大家会提出一些想法 帮助自己在居家办公的时候 更加高效吧 我觉得 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啊 乌漏偏逢连夜雨 家里的水管漏水 而且是在墙里面 嗯 这个修就不是说 一下子马上就能修好 马上就能联系到人 就再加上疫情的严重 我联系到的一个价格呢 我朋友想再对比一下价格 然后再说 所以说现在 整个家里的总罚是关掉的 已经没有水的 我从昨天到现在刷牙 都没有用过水 也没有洗脸 更没有洗头 所以说今天看 戴的 帽子穿的hood 唯一一个 大家看我录的视频 每次都是黑色为主 我的衣服很奇怪 都是黑色 要么就是白色 这是一个唯一带颜色的 还是有一点粉色嘛 有一点偏红的颜色 所以说 今天过生日把它穿上 希望 今年的不好的一切 能赶紧过去 在家办公的第二周的第四天 今天还不错 状态还好吧 可能刚过完生日 心情比较好 当我发一个消息出去之后 也会有收到回忆 我觉得应该是 会慢慢好起来吧 耶 大家好 这里是如远行者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一下吧 昨天按理说 是我在家办公的 第二周的第五天 但是又忘记录了 本来想每天录一个intro 点起来 剪辑就变成了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这样子 可是老是 会断掉 其实在这第二周的 在家办公呢 前几天是非常难受的 周四周五就已经 好像就已经习惯了 就是无所谓了 该怎么 该怎么着自己着了 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 分享几件事情 是这段时间 随着美国疫情的增加呢 我自己身边 发生的一些很荒唐 又很可笑 有的时候会让人很生气的 一些事情 然后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大家一直讨论的 这个口罩要不要戴 那么美国呢 前天不对 是昨天的时候 终于坦诚不公的 就跟大家讲大家应该戴口罩 之前有很多网友呢 都已经在网上开始争论 这个说大陆让戴口罩 然后美国不让戴口罩 所谓的就是 美国人认为 有病的才能戴口罩 没有病你戴什么口罩 其实我的观点 特别明确 有病戴口罩是应该的 没病不戴口罩也是应该的 大陆的观点和美国的观点 都是没有错的 那么唯一的问题是 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 在感染初期 在人体的潜伏期 至少有14天 也就是说 你有至少14天的时间 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病的 为了停止这个病毒的 宽速扩散 戴口罩还是 人人都应该戴的 你出门去超市人多的地方 都应该戴口罩 因为你要本着 我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啊 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病 我知道有病的应该戴 没病的不应该戴 但是在我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有没有病的情况下 那么我戴好口罩 防止 我因为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还有一个 是非常让我生气的 因为 其实 网络世界啊 网友的这个 观点呀 评论呀 还有不同的 就是这个 看法是很多的 人生观世界观 都不同 价值观也不同 这个是我 早已经很明白的 而且我之前也是做 媒体的 我是说话都会很小心 有一天啊 就在前两天 发布了一个消息 大家都是一个公众号的文章 大家所有人都说 这个文章 写得非常好 是非常客观的一篇文章 我看了也是 那其中有一个 中国肺炎那么少 美国肺炎这么多 这个感染率啊 就是 是不是检测的方法不一样 定义的方法不一样 然后有专家就是说 中国是敢检测的肺炎 而美国检测的是病毒 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事情完全 就不明白 我不是认为 新冠病毒不就是新冠肺炎吗 这有什么区别呢 我就给这个 因为是朋友圈嘛 给这个朋友留言 我说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病毒和肺炎 不是一回事吗 那到底 中国多 还是美国多啊 我问这个问题 不是为了把两国 去比较 而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 我只是想 因为中国人口 和美国人口的基数不一样 因为基数不一样 导致染病比是不一样 就是感染和总人口的 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美国人口 是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这样子 那么美国现在的情况 这么严重 我就特别 想这样子算一下 看看到底 我们处的这个 环境有多 就是 多高的感染率 只是这样子一个问题 而已 底下有一个人就这样 回复了 这是奥运会吗 这个时候 你拿你拿这两个国家来 比较 你有意思吗 你问出这样的问题 不觉得羞愧吗 我当时很尴尬 因为他完全把我这个问题 他以为的 给我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而他以为的并不是我以为的 我只是简单的这样子 问一下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染病的比率 而已 因为这个比率的高低 就意味着我们外出这个风险的高低 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以为的 并不是你以为的 或者你以为的并不是我以为的 我就给他回复 我说你不要把我自己的问题 把我提的问题 你自行的给他上升到了一个国家 和国家的高度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请你不要这样想 因为现在很多网友就是 我发现有时候在网上评论的话 尽管你已经很小心了 他总是能从你的话里当中 读出他所认为的那个意思 就是说者无益 听者有益 这一点特别的可怕 而且其实这个病毒啊 我也是在美国 我也希望美国赶紧病毒过去 因为这么多人失业 我也有一天可能会失业 同样的道理 我希望美国好 我希望全中国也好 希望这个病毒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再怎么说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面 这个病毒不走 我们一个人也逃不掉 所以说希望大家也不要敏感 把网上有一些人的 一些 只是可能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子 然后你自己给它上升到 你自己认为的那个价值观 和道德观里面 这样对人伤害还是挺大的 一方面也是没有必要 而且你看到这样消息之后 你升级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你自己也会很不爽 还有一个就是网上现在很多人 建立了很多微信群 说什么什么 我们保护自卫队 保护大家 很多国外的朋友 也建了这样的群 然后有一些人嘴巴特别的烂 在里面发一些非常不实的 让人惊恐的消息 然后这些消息呢 其实就会被我们的家人看见 我们的家人朋友在国内 其实是非常担心 就是自己的家人在国外 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 只会让他们恐惑而已 对于我们来讲 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们只会觉得 你就是在那胡说八道而已 但是家里的老人不这么认为 他们不认为这样子是胡说八道 他们以为我们真的就面临了这样的风险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家人朋友给我发来的一个消息 美国FBI已经警告 我们华人区将会有暴动 因为美国有60万的无业流氓 最近监狱又释放很多罪犯出来 政府补助有报税的人民 但是他们没有钱分 所以他们会出来声势 暴动抢劫 向我们华人下手 病毒是华人带进来的 这是他们的唯一理由 请大家多多小心 你说 这也是我家人朋友给我发来的 他们在国内 他们不了解美国的现状 他们在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 他们不会认为是假消息 他们会认为是真的 他们开始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 像这样子发消息 还转到大群里的人 真的是应该杀而诛之 力斩不厚 所以说我也希望 大家看到这种老言啊 这种事情 一定要从你自己那里阻断了 不要再发到更多的群里 就只有这样子才能阻止这种 恐慌情绪的散发 其实有的时候 并不是病毒有多可怕 而这个 所谓的新冠病毒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现在新流行起来的 随着新冠病毒而引发的 所谓的精神病毒 现在这个精神病毒 正在吞噬着我们 这个时候我觉得 更多的我们 大家应该学会独立思考 因为现在在家办公啊 时间会比较的充裕 我觉得大家用这个时间 与其去看这种无聊的 微信公众号文章 不如真的去看一下 原版的英文的媒体的报道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好 那趁这个时间 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下英文水平 都比你看这种无聊的消息 要有营养有价值的多的多 而且后来我真的是发现 现在这些写运营公众号文章的 除了美国这边 有几个所谓什么华人网 什么在线网 什么华人网 洛杉矶 什么有个华 光洛杉矶华人网 都有几十家 名字只是改一两个字 他们发的也都是一些 所谓的把这个消息夸大之后的一些言论 昨天美国的travel state travel state 我认为应该是旅游局 这样子发的一个公告说 美国公民应该尽快回家 很多人的公众号就发出了 封国 战事 特别不准确的文章 而且还说是什么 美国国土安全局 或者什么联邦局发出的消息 我觉得这个在病毒疫情面前 很多航班要停运 这是肯定的 各国呼吁自己的公民先回来呢 也是情理当中 这并不是说什么要封国 或者说要有战事 更可怕的是有人说有战事 我觉得这 这种人真的是 制造恐慌 而大家似乎对这个恐慌的购买力 要更好一些 因为大家好像很喜欢这种恐慌的东西 还有很多公众号 它其实就是国内的 国内的一些二三线城市 或者三四线城市 想要运营一个公众号 想要他火而发出的这什么 太难了 什么中国被美国反超了 我们在谈论病毒 你告诉我 你这是反超了 这才叫打比赛 我觉得用这种话的人 这才是把他当中一个奥运会来比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文章 时候是会觉得 这文章背后就是一个 抠脚大汉子的传出来的一个文章 但是我们的家人朋友不会啊 他们担心朋友和亲人的身体健康 就会更加的敏感 对这样的内容的筛选力就会降低 他们只会认为这是真的 我们的亲朋好友陷入了困境 通过这个疫情啊 很多人就是把 很多公众号也是把它当成了一个 一个笑话吧 然后很多人 我觉得人性是不是的弱点是这样 人性的弱点就是喜欢看别人笑话 所以说这样的公众号才被火起来 因为他们在看 一些所谓的看美国的笑话 我之前是看中国的笑话 就是所谓的这样子的笑话 刚好就是人们所喜欢看的 因为他们喜欢看别人的笑话 而其实两国之间根本没有什么 我现在相信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 政府都在想联合起来 一起来抗击这个病毒 这一定是他们最想干的 而不是说我们在网上讨论的那样 互过两国之间互相掐假 另外呢还有关于留学生 因为我觉得中国是肯定不能撤侨的 我觉得我特别的能理解 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华人 是有多少啊 他撤不过来的 没有那个国家的实力 能真正做到就是一下子 把所有的华侨全撤回去 但是我认为留学生嘛 海外的留学生 他们是土国的花朵 所以说应该优先考虑他们 想办法 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 还是可以撤侨的 网上这段时间也 也有很多人来黑这个留学生 说某几个留学生怎么样怎么样 还逃 对这个留学生有了这个 比较反感的情绪啊 说什么建设主国你不行 就是回来来倒乱 大家一定要知道 留学生在中国的海外 留学生有多少个 这样的人有多少个 可能就是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所以说不要用这一个的黑历史 来抹黑所有的留学生 我还是在美国还是见到很多留学生 他们都是很棒的 像新闻上报道的这一两个 真的是人中的败类 也就那一两个而已 大部分的留学生都很好 看到这种编辑的公众号文章 一定要去点击那个举报按钮 另外呢 可以用这个时间的 提升一下自己的英文水平 看一下英文原版的报导 是不是这样子更不会被别人误导 插播一下还有所谓的阴谋论 什么这个国家让那个国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阴谋论真的是太可恶了 而且阴谋论说出来 大家还挺有市场的 大家都爱看 但这不是你想要看这样的消息 不要在现实生活中看 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和平时代 不要把这个你所谓的戏剧性的阴谋论 带到现实当中 你如果想要去看这样的阴谋论 看电影看电视剧有多少阴谋论 还不够你看吗 为什么要来看现实中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大家在共同抗议的这个过程中 大家经常反思自己 然后看到这样的文章 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 一定要从你那里阻断 如果说你想转发 转发之前先验证一下 看看它的真实性 然后再去转发 如果说是别人翻译的文章 尽可能去看一下你的英文原版 如果看不懂就去学英文 如果说不想学呢 那就不要转发 很简单 最后我想说的是 大家通过这个疫情 可以学到很多的生物方面的知识 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多多去看看文学名著 哪怕是四大名著 或者莎士比亚呢都好 运用这段时间 赶紧的提升自己 疫情结束之后 不管是在专业技能上 还是说在文学修养上 都有一个大的提升 也是一件好事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们 就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订阅一下我的如愿行者频道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